乐林专班重新装点废弃物 为退休族增添人生色彩 高院科大乐林专班学员陈美朱 运用蝶谷巴特创意拼贴技巧 将家里闲置的瓶瓶罐罐再利用装点废弃物 为退休生活增添人生色彩 我是高院科大香专保健系的一年级学生 很高兴学校这次很鼓励我们乐林的同学来再次的进修 就等于是为我们退休组又增加一种人生的色彩 我这个瓶子已经放了二十几年了 都闲置在那边 透过郑老师的教导迪古巴特 把这个那么好的瓶子 等于是说资源再利用创造一种生活的美感的呈现 透过这种学习我觉得我家里有很多可以资源再利用的东西 像我那边展示的东西 有那个相框相框里褪色了 我可以再利用 还有那个饼干盒子 我那边都没有展示 有那个饼干的盒子 我也可以透过迭古巴特把它呈现一种 另外一种美的呈现这样子 陈美朱将香庄与保健系所学到的知识 运用在生活中 把家里的酒瓶锅盖与饼干盒重新装饰 他的感恩喜福作品荣获校外比赛亚军殊荣 也增加他对创意设计的成就感 史方新闻黄慧如肖瑞丰高雄采访报道